總共七個地方要完成 分別就是其實主要是黃色的區域都要把它完成 那首先的話第一個就是怎麼樣查單位 那單位部分的話實際上就是查這三個字 也就是編號裡面 所以其實以後你們知道到企業工作的時候一定會有個員工編號 那個編號部分的話其實都會有一些相關的訊息 包含就是說這個資料你的編號裡面你是哪一個單位 所以有的時候看你的編號大概就知道說你是哪個部門 有些人甚至會記得那個就是編號裡面的部門 比如108它是總行的審查部 OK然後343是這個什麼 哪個分行等等的 OK那因為現在單位的規模越來越大了 所以其實每個編號裡面其實都可以得到相關訊息 那再來的話就是這個組別 組別的話其實好像我們這個組別是根據什麼呢 根據這個第七個字就是ABCD 它是組別 所以一樣我要怎麼樣從那個ABCD這個訊息 其實這是第七個字 找到這個訊息 那一樣我們就是先把第七個字先切出來 用MID有沒有 MID根據什麼呢 根據這個儲存格編號裡面的第七個字 取幾個字取一個字 所以公式是這樣 然後再把這個資料呢 放在V的函數裡面去查 查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是根據所謂的組別 然後組別後面其實就有這個資料啦 那當然呢 這個題目本身已經幫我們先定義好名稱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範圍喔 基本上就是叫組別 如何定義名稱 我們前面做過蠻多的喔 其實就是什麼 將來呢 按F3 其實就可以取得這個組別 那就可以把它資料查出來 所以這個是查什麼 查這108 那這個是查ABCD 那住專的話是第一個字 所以用Labs就可以了 不過呢 這個地方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因為如果你用Labs抓到的資料 它會是文字 也就是這個編號本身有沒有 這個1啊 你在這邊看到是這個數字1啦 但實際上因為經過Labs 它是文字的函數 所以你把這個資料抓出來之後 它會是一個所謂的文字1 那文字1的話呢 跟什麼呢 跟後面的這個 這個應該是升等嘛 那升等你可以看到 這個後面這個1 看起來表面上是一樣的 但是喔 實際上的sail裡面 它會認為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這個點要特別特別小心 這個1的話是數字1喔 所以如果假設喔 你們 你拿那個文字1 跟數字1相比較之下 它會認為不相等 那不相等就查不到 OK 所以喔 上一次我們會需要在哪裡呢 在這個Labs外面包一個Value 因為如果你假設沒有加這個Value的話 比如說我把這個Value刪掉 那得到的結果 你會發現它會得到是 近N A N的話是Nut A的話是Available 意思是找不到資料喔 為什麼找不到 因為它會認為那個1 編號裡面的1 跟後面的那個 升等裡面的1是不一樣的 那不一樣就找不到啦 OK 什麼辦法呢 所以喔 必須要在公式裡面呢 再加上一個Value 把它刮起來就可以了 那你把它刮起來之後 它就會幫你做什麼事呢 把文字的1 先轉換成 數字的1 那你再去升等裡面比較 因為它裡面是1嘛 1是不是等於 是就查到了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邏輯喔 那這個部分呢 蠻重要 因為其實喔 工作上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文字的1 跟數字的1 原來是不一樣的 但是呢 你在Excel裡面看到的會一樣喔 有沒有 這個1 這個1不是跟那個1一樣嗎 那 當然呢 眼睛看到的跟實際上Excel是不一樣 所以你不能用你自己的認知去看Excel 因為Excel是電腦啦 所以有的時候 為什麼喔 我們在 就是做一些操作的時候 常常會出錯啦 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你不能用 我們的想法 去 類比那個電腦啦 因為電腦其實跟我們人腦是不一樣的 那電腦當然優勢還蠻多的 比如說它基本上可以不用休息 二次腳開著它就一直walk 所以現在電腦很多時候是不關機的啦 那二次腳就工作 OK 你只要把程式寫好 它時間到就幫你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像現在工廠很多都是無人工廠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裡面喔 很多的作業員喔 都用電腦取代 因為現在流行所謂的CV啦 C的話是Computer V的話是Vusion 意思就是說喔 在電腦上面裝眼睛 有點像一個Webcam 那好處是什麼 反正就像作業員 以前要辨識說這個東西有沒有錯誤的話 他用眼睛看 那他把這個邏輯概念喔 把它寫成程式 也就是像作業員的工作 就用電腦取代就好了 也就是電腦本身是有長眼睛的 那當然喔 這個地方當然就方便很多 所以像現在 蠻多地方 像治安好了 像現在到處都有人臉辨識 以後的話 應該已經可以做到 你們進教室的時候有沒有 其實也可以做人臉辨識啦 辨識完之後 確定你是上這個班的同學 直接開門 然後呢 不是的話 他就不開門 只是說現在因為有隱私的問題啦 所以喔 還沒有辦法大量這樣做 那其實喔 現在這個東西叫什麼 有點像物聯網 並且結合什麼 影像辨識 再結合AI 我覺得這個 未來會是一個 還蠻方便 而且這些東西不難取得 你只要買一個裝置 然後把程式寫上去 基本上就可以完成這件事 所以甚至你家裡 都可以這樣做 我甚至最近都想要 把我自己家裡 看看用剛剛講的方法 來辨識 自動開門 OK 那這樣的話 只是會怕說有一個缺點 就是如果突然停電 像今天有些地方停電 那就進不了家門了 就麻煩了 不過現在 有一些已經做好的 甚至他擔心說 如果沒電的話怎麼辦 他還有備用的 備用鑰匙 還可以開啦 像現在汽車很多 也都是用類似的方式 都不用鑰匙了 可以類似的 OK 好 所以喔 上禮拜講的這個部分 然後 1 2 3 然後 這個分數的話 是把這三個的平均 所以做法的話 你可以相加除以3 那當然呢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是 甲跟A- 那你必須把這三個成績 查出來之後 轉成它的實際分數 再除以3就可以了 或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怎麼 用那個Average也可以啦 就平均 平均的做法的話 你如果不除以3的話 你可以怎麼做呢 你可以用那個 插入函數 從這邊也可以啦 這邊有個平均有沒有 或者你可以從插入函數裡面 找到平均應該 這邊有一個Average 這個函數 那你只要把什麼 把三個成績分別放進去 那三個成績的話呢 分別是第一個 第一個是這個 架 那第二個成績 就是應該是G3的部分 所以G3 然後後面的話呢 再是H3 你就一個一個成績 前面的方式是把它分別加在一起 那現在這個就是一個兩個三個 最後算平均也可以確定 那這個是方法二 一個是相加除以3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Average 刮虎 第一個成績 痘點 第二個成績痘點 第三個分別把它放進來做平均 這樣也是一個平均的算法 看哪一個你覺得方便 然後再來就比試 OK 比試的話這邊 有提到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 比試成績的話 它是在這裡 這個是0.3% 30% 0.3% 70% 0.7% 然後把這個乘上0.3 再加上這個乘上0.7 那就是它的比試成績 所以這個算出來公式在這裡 就I3乘上0.3 加上J3乘上0.7 那最後把這兩個乘七 這個乘0.6 這個乘0.4 最後有一個合計 然後再用RANK.EQ算出排名 這樣子的話 就完成上個禮拜的東西 所以七個部分 那今天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就要接著來做 所謂的VBA 那VBA其實我今天是再延伸 把1234567 七個東西怎麼樣 做幾個按鈕 第一個是清除 清掉之後有沒有 然後再來做什麼 做把那個什麼 資料填上去 考評 所以我如果 希望再把剛剛的成績填上去的話 就按下它 它又可以自動幫我完成了 一個兩個三個七個 OK 也就是說你下一次 比如說要做一樣的事情 你就不需要重來了 你就按個按就可以了 甚至你們可以看到後面有 領主辦事員助理員 其實做的方式都一樣 所以也可以全部一次完成 當然今天我們 就第一個 請各位先把這七個公司 上禮拜的東西完成 那第二個的話思考一下 我要怎麼樣把這七個東西 再重複讓它幫我填上去 那並且做清除的動作 這個等一下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有七個公式 那這個七個公式的話 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參考的答案 那當然如果像剛剛的做法 七個動作假設 你如果下一次還要再執行一次 就是再做一樣的事情的話 那我是建議你乾脆就是把它變成VBA 兩個按鈕 那一個按鈕就是按一下它之後的話 可以把資料清空 再把它填回來 那這個部分呢 要該怎麼做 那這個部分呢 那這個部分呢 我可以把這一個公式的解釋